却说天津人回 街道假脸家信 日子允了 但只肯入赘 不准迎娶 刘老老看了 忙道 如此 我回去告诉他们 再来商办 去了两日 来说 周家说 入赘自当求命 但今年大比 若道对月恰是八月初期 怕来不及回门 要改早些 忙插人到今 假脸也就允了七月十二 正在写书回复 并商议一切 门上来回 苍州流大人到了 假脸一面打发人回家 一面叫 请 出来见了 先续些寒暄话 然后就留他便饭 相连道 我还要 看薛老二弟兄去 假脸道 请他来救世 不多一会 报复李薛大老爷同太太 老爷到了 大家赢住 说了会别后的事 摆上席来 四人共饮 相连茶看呆子默默不语 神气萧索 道 大哥 你家里虽遭此不幸事 但你到底要鼓起信来 怎么不言不语 比我们在来家园吃酒光景大不相同 如何使得 薛盘叹了口气 道 大约死期将至 所以如此 相连道 更荒谬了 我们只将近四十的人 况且老伯母在堂 怎么说出这些话来 罚你一杯 薛盘接了酒 只是呆住 假脸哦他道 只是柳兄弟的酒 比尾坑离水总好吃些 快吃吧 薛盘也不言语 薛科道 我们老大竟像呆木头一样 如何好 相连道 你若嫌老二衙门拘束 何不同我去苍州逛逛再来 薛盘听了 呼大喜道 如此 我有归结了 必去 必去 薛科道 大哥要去 也需和太太商议 薛盘道 要去便去 商议什么 柳老二你几时走 柳香连道 后早 薛盘道 如此 准在我们那里吃早饭 同去 香连应允不提 到了次日 告知薛母 薛母知他脾气 只好由他 薛科一面替他收拾行李 一面发帖请香连吃早饭 那早饭吃完后 薛盘道里面见了薛母 碰个头道 儿子去后 朱氏明白 妈妈自同二弟好好过罢 那时香连所生儿子才得九岁 便问 爹那里去 薛盘 我苍州去 他忽然大哭道 爹 去不得 爹去 就瞧不见爹了 扯住衣服 死也不放 薛盘也垂泪道 我顾不得你 扯依旧走 到外面见香连骑马 也要骑马 薛科盲命捡一匹老是马听用 那只薛盘才上去 马便一眼插将他颠了下来 亏得人多 连忙扶住 香连忙将自己做马让他 自己骑了这马 并配而去 将到愁丧异地方 早有标下降便 预备公管 酒席 薛 柳二人下马入门 恰好一捧头孩子 手里干上拿着黄雀在旁看热闹 见薛盘进来 那却便飞过来乱扑 薛盘一个寒进 早有兵丁们忙把这孩子推开去了 二人入内坐定 薛盘便道 刘老二 你可知道 我在这里闹过乱耳的 香连便问 怎样 薛盘道 我打死酒保那案就在这里 墙外桑树不更大了吗 香连听了 心中不乐 音笑道 你放心 如今酒保也不敢得罪你了 说住 薛盘呼要小解 便光着头出去 才站在墙角 呼有只苍要往头上一晃 压得一声 往后便倒 众人连忙看时 只见顶门正中 刚被晚风嵌入 香连发了急 叫快扶到屋中放下 用铁扇散敷上 只见薛盘哼了一会 呼高声念道 碗片 碗片 血流背面 一命一长 冤魂立宪 说吧 把脚一 登 眼睛一翻 就呜呼了 香连顿足大哭 一面飞马抱之薛科 一面吩咐飙下道 天下没有要因翅膀会藏晚风之理 若不查出缘故来 我断要你们的命 这时大家急了 彼此互急 有一小子说 刚才出宫 见那弄黄雀的小子也在出宫 那小子因将黄雀架插在墙上 建一钥子向要拿雀子 便使起快晚风丢那钥子 那只这要把翅一展就不见了 香连吩咐 把这小子拿来 问时 只见战啾啾 小的姓张 年九岁 鱼的话与冰丁所见相同 香 连道 锁起来 等本府来再说 正闹时 那要子见底下有血 又飞来想吃 香连大怒 念弓搭剑 看准射去 那只要子一展去 又连剑飞去了 香连大惊 吩咐 快与我找 众兵丁答应着 呼报薛大老爷来了 香连忙迎出去 薛柯已哭了进来 先跪在哥哥床前磕头 哭了一回 又起来扯住香连手 哭了好一会 才说道 家兄出门这种光景 本属不祥 再不晓得或是静在清客 相连道 令兄一路说的总是不祥话 到这殿里 又说就是 钱回闹缘故的殿 那只静有此便 正说住 兵丁来回 见有了 在半里外一坟上 薛柯问故 相连把前世说之 彼此互害 因查这坟姓慎 少请 的宝来回道 坟是那孩子包书的 又提小丝来问 哭着道 小的叔叔是走堂的 本不是这里人 因做生意被一客人打死了 虽不偿命 得了好几百银子 就在此柱下 小的是他身后生了 寄过来与沈沈的 详细时不知道 薛 柳听了伸舌头 道 天道循环 可怕 可怕 柳相连还要难为 这小子 薛科道 是已明白 冤家已解不已解 竟饶他吧 岁江小子放了 相连又问 令旨怎么不来 薛科道 家沈年高 皱文凶好 怕他苦坏 所以连设职都不告诉 只好慢慢想方吧 薛 柳彼此一夜不睡 到次早 棺木方从天津再来 大家动手 庄练已毙 又哭了一回 将旧水录在至金门 自与相连洒泪分手 进了衙门 正要设法告诉上方 已有人多嘴 报之消息 哭得缭乱 薛科忙进去解劝 那里解劝得开 薛母只口口声声 道 哥哥死了 也不给我个信 你到底拿我当什么人带 薛科只得跪在地上 自认不适 薛母方说 你且起来 不是我责备你 哥哥死了 我还有什么好处 不如同他死在一处到好 薛科道 太太什么话 哥哥没了 儿子们总一样 只求太太解哀 薛母渐渐住了哭 细问情犹 知数有潜定 叹息不已 英问 宝子子那里住人去了没有 薛科道 正要去 薛母道 可写上叫她来看看我 忙急写信 专义去经 到十一五月初 一 宝玉音响起从前贵妃赏的摄红香串 去问宝钗要 宝钗到 丢久了 什么好东西 若不是她 你们早遂诸玉良缘 我也不弄到这个光景了 宝玉道 子子 天理良心 林妹妹那一件带错了你 说起来总拉上这许多话 宝钗道 错不错 只差做了负 刚说间 呼一物在眼角一溜 便道 是谁 带玉道 得罪 又是我看呆燕失了手 话未了 只见雪燕 慌慌张张道 天今有幸在此 宝玉道 可是为乔解音似的 雪燕道 不是 是二舅老叶的 说大舅老叶不在了 这时 宝钗已哭得累人似的 拆开看了原油 油绝伤心 赶忙急去上房告知 王夫人也得了信 便道 到底怎样 宝玉把信上话诉说了一遍 宝钗哭着贵道 求太太施恩 我要去看看我妈 太太道 这个自然 你不说 我也叫你去看看呢 大家悲伤一会 记忆已定 明早动身下船 婴儿同去 府里也因此事 过节诸事草草 到十三 贾兰整日 便先期告了贾 黎明起来 天气虽热 凉风 洒然 白云如涌 虚余 又下了半里雨 更绝书快疑人 梁府长使也到了 贾兰忙出去迎接 果茶三线 又请吃早面 然后看盘 盘供三十六架 这里拆还首饰 朱玉绸缎 花红裹酒 不必细说 有两件西汉物饰 一件荣府家传一顶朱关 共有三百粒左右 都有顶纸大小 一件这副学士告风 大家嘖嘖称献 贾兰行礼后 就令周睿 吴灯新等披红鸭柱 随兵人送到女家去了 贾兰进内 正要少些 忽报上书房有要事来传 忙骑马进去 喂牌还未出 来 群向诧异 到身排 宝玉疏密回来 方知试考 及至贾兰回食 以及一更 音听上宝玉赔两长使酒席 忙急上去向两长使致谢道歉 长使一连忙道喜 宝玉到 没吃夜饭 这里吃罢 伺候的盲天悲快 宝玉音问考得怎样 贾兰道 今日阴早晨下了阵雨 皇上高兴 做了一篇逐罪赋 做了两手探核七律 随照内庭供奉 大小汉林三十六元在文渊阁下面是 直而去的迟了 赶紧做完进城 以扎莫一个 那知道合了圣意 大家夸奖 说 何场不及 就将复礼种来君子 何洪有以同招 对此贤人 恰轻奴之作伴 以及此君满洒 何妨趋步之家 至风流 也何醉侯之患都加圈了 批了祖之功力 至七律差不多圈了大半 有稿子带在这里 因在削椰子里取出 地狱宝玉看 旱旦将开满壁潭 寻方偶想到西南 买周笑我心勤密 打讲平水子细叹 翠盖可因风骗舞 红衣仪式陆朱寒 慢夸雅信同工部 乳鸦沙幅数两三 其二银堂消息尽如何 水泻风亭日挤过 生 怕有人先荡讲 曾记前度此文歌 姚姨颖被输烟阁 竟觉香片对岸多 偏以栏杆持月上 闲听消露低同和 宝玉看完道 诗园去的 贾兰道 蒙皇上赏了四见闻丸 一个是松花绿玉燕 一个山高月小猪笔架 一对田黄洞图书 一个珊瑚笔喜 又问来迟缘故 据时奏之 又问是缘聘 是续贤 奏是缘聘 圣上道 你怎大年纪 才做亲吗 总是你祖父国是贤老 已知耽误了你 殷又欲比赏了一副对 道 功而忘丝 桃腰迟带 终能奸 笑 瓜蝶长眠 但对上款式写詹是尘 什么缘故 二叔进去打听打听 大家都道 这定是高生的照 宝玉音道 你进去见太太和母亲去 送客交给我吧 两长时也起身告辞 彼此散了 后事如何 下回分解 俄宝玉音道